近日,乌克兰东部封烟在起,政府军正大举向东乌赠兵,大有一举收复失地之势。 在克里米亚托乌入俄已届七周年,东部亲俄三周独立几成事实的情况下,难道是北约给了泽连斯基总统重新挑战俄罗斯的底气? 作为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曾一度工业发达,生活富足。 中国许多军工技术曾受惠于乌克兰,比如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就构自乌克兰。 近期,中国企业收购乌克兰动力沙皇马达西齐公司功败垂成,则是因为乌政府不惜违约,也要将该公司国有化。 虽有西方在背后搅局,但或许也是为了保存自己最后的工业血脉。 独立后的乌克兰曾经也是何大国,如今却彻底沦为大国的玩物。 兵凶战为兄弟系强恩怨情仇,或许只有看清历史的脉络,才能找到乌克兰一切悲剧的根源。 赫鲁晓夫第一次离开乌克兰奔赴莫斯科时,已经35岁了。 他出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贫苦农民家庭,老爸是乌克兰人,常年在外打工赚钱。 在沙俄各个城市做过铁路工人,专工,矿工,家里有母亲照顾他和姐姐,算半个留守儿童。 赫鲁晓夫只读过四年书,14岁时他就要养家糊口了,去做了一名钱工。 那年他祖父带着他坐马车,先到达卡里诺夫卡30英里外的火车站,再换乘两趟火车到达尤索夫卡。 荒凉的车站里连个鬼都没有,他一个人到达了父亲以前工作过的煤矿。 据后来在煤矿工作过的人回忆说,那里地面都是黑的,道路也是黑的。 煤矿周围看不见一棵树,甚至没有一片灌木,这里没有池塘,也没有小溪,你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只有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大平原。 他母亲和姐姐随后也赶到了游索夫卡,跟另一家合住在乌斯彭斯基煤矿的两间小平房里。 赫鲁晓夫搬过来六年后,居民们才能从分散于城市各地的27个手压泵里取水。 临时工房的宿舍里住着50到60个工人,宿舍里没有任何家具,大家在头顶牵上一根绳子,用来晾挂衣服和袜子。 下矿井时,他们也没有专门的工作服,回到工房前除了脸以外什么都不洗,甚至一张床都分配给两个人,他们只能轮流睡觉和工作。 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厕所里污水横流,每个人上厕所时脚下都要套上木板,否则回来时就难免沾点屎尿过夜。 赫鲁晓夫关于童年和青春的回忆里,只有家徒四壁的贫穷味道。 18岁时,他因为筹款帮助勒纳和大屠杀的矿工家庭,被沙俄警察盯上,遭工厂开除。 后来他去了鲁钦科夫的矿井工作,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因为耍得一手好钱工,被免于征兵去前线打仗。 20岁时,他同皮萨雷娃结婚,生下一女一子,四年后,琪琪死于伤寒。 在他第一任妻子去世这一年,他加入了共产党,试图顺风顺水。 1927年,做到了基辅市委组织部部长,到1929年,组织上安排他去莫斯科深造。 他在莫斯科待了两年后,乌克兰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发生了。 斯大林从1930年在乌克兰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所有的资源要全部充公,大家要一起吃大锅饭。 农民们都觉得自己小日子过得挺好的,都不愿意执行。 在加入公社之前,大家大量杀死了自己的牲畜出售,为了表示抗议,还砸烂了农具,放火烧了谷物。 苏联也并没有因为农村公社受益,农业产值大幅下降了23%。 同时,乌克兰在1924年,1928年,1932年连续大天灾。 此时,斯大林坚持认为农村公社化是正确的。 粮荒不是天灾造成,而是赋农破坏造成的。 从1928年起,他就开始将赋农当成一个阶级来消灭。 1932年,乌克兰全国性灾荒已成定局,没有粮食,也没有春波的种子。 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向斯大林求救,斯大林震怒。 他正在实行直接工业化,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 身为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地苏联三大粮食产区的乌克兰, 怎么可以在这个档口反而拖他的后腿呢? 在7月2日,他反而派出卡纲诺维奇去乌克兰就地监督征粮。 斯大林说,根据1932年度的粮食总产量计算,应该征收6.98亿公弹粮食,不能少于这个数。 斯大林当时正值个人威权最顶峰时期,没有人敢对他说一个步子。 1932年,从莫斯科回到乌克兰的赫鲁晓夫,见到了让他一生刻骨铭心的一幕。 赫鲁晓夫在后来回忆起1932年的惨状时说, 关于饿死人的信件及官方报告纷纷向我寄来,然后人吃人开始了。 我接获了一份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的一座小桥下, 发现了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尸体显然被吃掉了。 奥德萨省委书记基里辛科告诉我,他到过一个集体农庄, 想看看人们怎么熬过冬天,有人要他去看一个在那干活的妇女, 结果他看到了一个恐怖的景象, 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 他边干边神经质一样地说, 我已经吃掉马涅齐卡了,现在我要把瓦涅齐卡腌制起来, 这些够我们吃一些时候了。 这个妇女已经饿得发了疯,以至于连自己的孩子都吃掉了。 蒸粮队也知道乌克兰没有多少余粮, 但是他们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愿。 所以他们相当于在乌克兰进行了一次大洗劫, 农民手中仅有的粮食家禽等被劫掠一空。 在冬天的时候,农民靠着树皮干草磨成粉, 有人甚至把之前埋在地下的有病的猫狗都挖出来吃了。 在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斯大林象征性地运了500吨粮食给乌克兰, 但是从乌克兰运往外地的粮食一直没有停过。 赫鲁晓夫向中央打了报告,申请粮食援助, 但斯大林给他发来了一份粗暴的侮辱人格的电报。 斯大林大骂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物, 想替乌克兰出头。 这些档案还留存在发黄的档案纸上。 赫鲁晓夫遭到了斯大林劈头盖脸的辱骂。 性格粗也闻名,但在斯大林强大的黑暗魔法面前, 他就是个弱鸡,他只觉全身冰冷,却无能为力。 1933年6月2日,比尔格鲁德州奥格布负责人向周围报告说, 在洛兹梁斯克乡维什捏沃农庄, 一个皮农庄园雅克夫列夫娜, 把自己已经饿死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主书吃掉了。 他还上报了一个工人的信件。 工人在信里说,我们全家在挨饿, 小家伙们已经八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可是一直没有吃的, 我今天就准备要弄死他们, 可还是把手放下了。 我决定再希望一次, 您能帮帮我,我求您了。 如果给不了食物的话, 看来就得饿死了。 这位工人估计致死也没有等来救援。 面对困境,1932年苏联最高法反而宣布, 任何人不得盗窃集体农庄财物, 以后情况地直接判处死刑, 直接剥夺了农民最后的财产。 第二年春天灾情加重后, 苏联当局宣布不得擅自离开乌克兰, 否则以流民论处, 而且在乌克兰灾区外围直接设置警戒。 1932年的乌克兰, 活生生变成了人间地狱。 据乌克兰后期统计, 1932到1933年, 乌克兰共饿死315到718万人左右。 斯大林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但在推进乌克兰工业化方面, 却是积极的。 关于工业化, 斯大林认为, 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50到100年, 我们应该在10年内跨越这一距离, 因此他实行了直接工业化这个庞大计划。 这个直接指速度要快, 以及工业化的资金来自农业, 并尽量减少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投资。 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和哈尔科夫成为工业化的核心地区。 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就让乌克兰建立起了迪涅薄荷水电站, 顿巴斯53个矿井, 12座高炉和24座马丁炉。 后面的两个五年计划, 更完成了扎布罗热钢厂, 亚素钢厂, 克里沃罗格钢厂, 克拉玛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 卢干斯克蒸汽机车制造厂, 马凯耶夫斯克冶金厂等等。 由于这些地方主要建立在乌克兰东部, 让东部乌克兰受益良多。 所以到2019年我们看到的乌克兰东部 对俄罗斯还有一定的美好情节, 而西部则完全以讲俄语为耻。 除了工业化, 对乌克兰影响深远的就是天然气管道, 今天的乌克兰主要依靠俄罗斯的天然气, 但其实乌克兰原先是产天然气的。 在苏联时期, 乌克兰有三个天然气气田, 卡尔巴木山前地区, 黑海沿岸和克里米亚地区, 蒂尼泊·顿涅茨克地区。 1975年时, 乌克兰的天然气开采量达到了687亿立方米, 这些天然气输向了俄罗斯、 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 或者卖给欧洲换取外汇, 同美国搞军备竞赛。 到苏联解体时, 乌克兰土地上的天然气管道长37600公里, 境内有1607座配器站和73座压缩站, 13个容量大于320亿立方米的地下储气库, 进气能力为2900亿立方米, 初气能力为1750亿立方米。 37600公里的天然气管主要有联盟天气管道, 无联戈伊波马雷、 乌日哥罗德天然气管道, 进步天然气管道, 友谊天然气管道及其干线和网络组成。 它们经过乌克兰, 又由塔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天然气管道相连接, 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天然气管道网。 到2019年, 乌克兰这些辉煌过的气田基本枯竭, 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等地又发现了新的大气田, 现在乌克兰的天然气全指望着俄罗斯供应, 但它经过几十年发展, 拥有密密麻麻的过境管道, 这些管道跟乌克兰今天的地缘政治, 以及后面的登场人物有着很大关系。 不过, 故事并没有讲完, 下期, 我将继续带大家看懂赫鲁晓夫与乌克兰。